这幅画被称为彼得一世称立在三维一体大教堂的加冕仪式 1721年 理查德·纽莎姆获得了一项手动消防蹦的专利 根据彼得一世的最高法令 他建立了神圣会议 并在国家和教会中废除了大幕手的职位 约翰·巴赫将一个由六首音乐作品组成的循环 作为礼物送给布兰登堡·韦什特的大工 他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而这份手稿在一百年后意外地在大工的图书馆中被发现 成为了著名的布兰登堡协奏曲 圣彼得堡 三维一体大教堂 彼得一世十年四十九岁 10月22日 在庆祝尼斯塔德和平条约的日子里 彼得接受了参政院和宗教会议授予他的皇帝称号 将统治者的头衔从沙皇改为皇帝 并不是彼得巨大的虚荣心和权力渴望的结果 而是国家的一种与时俱进的需要 在战胜瑞典和俄罗斯的实力急剧增加之后 本国的实际地位发生了变化 他不再是二流的莫斯科公国 而成为世界大国之一 授予彼得阿里克谢伊维奇帝王称号的仪式 被设计为参政院恳请彼得加冕 加弗里尔·格罗夫金首相发表了讲话 在他们的呼吁中 参政员们强调了沙皇对俄国的不可思议的贡献 并请求他采用新的尊号 祖国之父、全俄皇帝和大帝 彼得接受了新的头衔 并提醒他们 为了和平的希望 我们在军事上不能懈怠 我们必须为上帝摆在我们眼前的共同利益而工作 包括内部和外部的 以便使人民安居乐业 臣民们热情地欢迎彼得皇帝 俄罗斯现在也是一个帝国了 这幅画是由画家克谢尼亚卡尔彭科绘制的 他被称为彼得一世称帝 在三维一体大教堂的加冕仪式 这幅画是专门为2022年举办的 30幅俄罗斯传世名画 见证彼得大帝传奇人生画展而绘制的